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分享中的数据统计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了第三方平台分享的一个优点 就是能实现分享的数据的统计 从之前我们所讲解的新浪微博以及Share SDK 我们都知道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设置监定器的方法 在这一个监听器里面我们就能监听到用户的操作行为 是否是分享成功了或者是取消了 那么我们获取到这些数据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数据通过一定的方法把它把承起来 并且同步到我们的后台 那么这种方法来进行数据统计是否是可行的了 理论上来讲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是可以做 但是实际上我们基本上不这么做 一是因为这样做会增到我们的开发难度 二是一般我们分享的这些数据都是给运维的人员用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这样做的话 所收集到的数据还要做一些类似于报表之类的东西 我们通常所使用的是第三方平台的自动数据统计 这里的第三方平台是指第三方的集成平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Share SDK的后台的数据统计 这里有我们之前所测试的分享的数据 比如这里分享的总数是30条 而意向分享是44条 为什么这两个不相等呢 其实就是我点了分享之后我又取消了 取消了 所以他的分享数就比意向分享要少 我们再来看一下分享内容 分享内容有分享到的平台 比如说短信出入中间新浪微博 在授权用户里面还有一些性别分析 认证分析地域分析的这些功能 终端属性我们可以看到手机的型号以及操作系统 运营商分辨率这些东西 再看自定域标识 这里面我们可以查看分享内容 就是用户分享出去的消息内容 应该说这里面的数据统计还是比较完善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第三方的集成分享方有萌 同样使用有萌 我们也需要去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申请第三方的账号 并且在有萌的后台进行一些配置 这里和CLSDK不一样的是 我们的第三方账号需要到后台里面去配置 而CLSDK是在我们的客户端里面 在Oss目录下的CLSDK.超美文件里面配置 好的我们来演示一下做一个流程 首先我们需要申请一个应用 这里我已经申请好了 并且我们可以创造它的APPT 然后我们来申请第三方账号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申请第三方账号 需要对第三方的账号进行一些配置 比如说新浪微博 需要配置一个安全域名以及修改它的授权设置 在最开始我们讲的新浪微博的授权里面 我们的授权页面是使用的 新浪微博它推荐的一个授权页面 这里需要改成这一个回调页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然后微信、Toto以及腾讯如博 这些也要做一些相应的配置 大家可以跟着这个文档来进行配置 申请好第三方的账号之后 我们还需要到有萌的后台绑定第三方的账号 需要到一个应用的设计或分享下面的设置里面来绑定 点击设计或分享设置 这里面我已经预先配置好的两个平台 分别是抽抽中间和新浪微博 这里面需要配置什么东西呢? 一般就是APPID、APPT或者APPSecret 我们把我们申请的第三方应用的APPID或者APPT 配置到这里面 然后在我们的出户端里面就可以直接分享到第三方的平台 配置好平台之后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search 比如说 短链接转换开关 短链接转换开关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涛的说明 涛说只对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 豆瓣四个平台有效 文案中的附加的链接会被转换 同时可以统计到分享的回流率 也就是点击的次数 说白了它其实就是用于统计 我们分享出去的超链接的点击次数的 下面一个文字阶段开关是指 当文字超过一定的长度的时候 会对文字进行阶段 在这里面文字阶段可以 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打开或者是关闭 一点点击次数换